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讲一些重点,重点只有四十分钟,讲重点啊,以下都是佛所讲的啊,每一句它都是经典,你要注意这点。 无明就是很不安定的灵魂,心神不定,心灵不定,我们一颗不安定的灵魂,就是内心充满着烦恼跟无明,才可以不安定。 换句话说,不安定的灵魂,不管你拥有多少东西,它都是一种遗憾,重来你拥有很多的钱,或者是很多房地产,或者是你拥有很多卑鄙啊,游泳池啊,豪宅啊,其实这个都是虚幻的东西,不是实在的东西。 所以修学佛法,要以佛陀为榜亮。 释迦牟尼佛身为太子,将来要当国王,那种皇宫的生活都不要。 为什么?因为那个不究竟,找到生命的究竟,就是找到一个安定的灵魂,找到一个安定的灵魂。 那么,因为处习方法的多,你讲八十年多,它听不懂,是用灵魂就比较快。 接下来,我举这个例子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美国有一个年岁大的婆婆,大概六十七到七十岁左右,这个是婆婆。 这个婆婆呢,很慈悲。她去养一只啊,人家遗弃的黑猩猩。 这个小子的黑猩猩啊,从小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爱。 那么这个婆婆呢,因为啊,子里都长大了。 跟这只黑猩猩相依为命。这只黑猩猩啊,长得非常的可爱。 然后每天跟啊,这个奶奶啊,抱抱啊、金金啊,姥姥也形成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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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刚刚是黑猩猩叫的,就是这样叫吧。 啊,哇,每天他们就形成他的语言。哇,两个的互动非常的良好,非常有感情。 这只黑猩猩,这只黑猩猩。 大猩猩比人的体重更大,力道非常大。 啊,啊,那么这个奶奶啊,毫无戒心。 毫无戒心。啊,也完完完完完。 这只大猩猩啊,突然抓狂。 就有一个吹虾了,你可以猩猩再拍下去。 她在这中梵了,她在這里就开rait的那个就是拉哈. 新ın army的あの女神サイズmus champ agoni, ell thin state police也有很多缔目, 完全看不到 几乎没有办法呼吸 那个五官啊 完全不成人形 已经血弱模糊了 送到医院的时候 人家发现送到医院的时候 剩下一点点呼吸 一点点呼吸 然后慢慢的一直急救 通知他的儿女啊 慢慢的急救 慢慢的急救 你知道吧 慢慢的救回来 但是一颗破碎的脸 那个是碎得非常严重 如果我们有看到那个电视的报导 你还不敢相信说 我这个黑猩猩力都这么大 全部的脸皮通通 霸鞭通通没有 这怎么会是一个脸呢 完全没有脸啊 五脸进江东富楼 连皮都扯得掉了 连皮都扯得掉了 结果你知道吗 动了二三十次的手术 慢慢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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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发炎 发高烧 然后那个医生 然后那个外科医生 整形的医生 看到他的脸 每次都摇头 这个脸啊 扯烂到这种程度 不晓得怎么修补 慢慢的一次一次一次补 好最后 这执皮 执皮 把这个奶奶的这个大腿的屁股肉啊 搁起来 贴在他的脸上 接过来排斥 没有办法 修补不关 他眼睛看不到 不用看了 不用讨论 没有办法 后来怎么办呢 就求救 求救就是 跟这个有相关单位 如果有人 要捐出这个脸的这个皮 脸的这个皮 对 那么他等待 就stand by 他愿意等待 我们讲是捐肝 对不对 有捐胜是不是 他就等 要捐一副的脸皮 脸皮 有一次 一个男作 吞祸 真的 成 半死状态 后来宣布 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就把他移植过来 结果不错 他移植的成功 所以他的身体是女人 但是那个脸皮是男人 因为没办法找到机会 唯有这样子 修补修补起来 再有一点 哦 还有一个人的脸庞 是这样子 这个老 这个姥姥啊 有奶奶啊 就像美国的政府啊 再三地呼吁 那个野生动物 野性很可怕 一发作起来 那种野蛮的力道 无法抵抗 好 那美国现在这个政府啊 正在讨论 严格的取代野生动物的饲养 好 我们举个例子 到这个地方 现在呢 我们的心中 也讲 也养了一只可怕的黑猩猩 这只黑猩猩 每一个人的名字 同种一样 叫做无名黑猩猩 每一个人都养了这个 这只 那么真正的黑猩猩吃什么呢 吃 banana 就是香蕉 吃apple 有的人练apple 苹果 吃一些水果 我们心中的这只黑猩猩 吃什么呢 贪 真 吃 你起一天 贪着这个世界的假象 你那只心中的黑猩猩 就更壮大 你今天你发大脾气 又发了一次脾气 你心中的那一只黑猩猩 又壮大 又壮大 你今天起一个一次的念头 你心中的那只黑猩猩 又会强壮 所以我们从小出生 就我们心灵当中的无名的黑猩猩 一直陪伴我们 但是这只黑猩猩 等到有一天 你每天养它 瘫痴痴 瘫痴痴 有一天 爆发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只能乱你的真不自行 所以一般人 被失控 正是因为心中的这只黑猩猩 太强大 所以你不要饲养它 这个东西 饲养 你不要饲养它 让它缺少食物 心中的黑猩猩 心中的黑猩猩 要怎么缺少食物呢 贪心 少一点 黑猩猩没有食物了 不会壮大 当你在发脾气的时候 你的心中想说 哇 我心中那只黑猩猩 正在成长 正在长大 怎么会饲养 少一点 对不对 要减少一点 正在一起 意思的时候 于是啊 于是啊台湾就比较好讲了 那如微酸 奇怪 这是大于是 如微酸这个国语呢 值得不清 就是 就是 如微酸这个国语是没什么说的 简单讲就是不讲道理 然后情绪完全是说的 哭啊 闹啊 叫啊 跳啊 心中扯不清 国语就是这样讲 在这儿入微酸 你怎么讲安慰它都没有用 这只黑猩猩已经壮大了 这错诸位 我们一般人啊 心中那只黑猩猩啊 长得太壮了 为什么 四五十年啊 一直给它食物嘛 每天起摊啊 吃啊 简单讲 每一个人的心中啊 早就被这只黑猩猩 扯烂掉了 啊 所以啊 美国这个姥姥啊 奶奶啊 被扯破脸啊 面目全非啊 其实我们久远接来啊 已经被这个无名的黑猩 这只黑猩猩扯烂了 到今天 我们一样 过着无名的日子 还自己啊 沾沾自喜 哎呀 是幸福 是消极 是迷信啊 是没有智慧啊 这是悲哀 好 我就举这个例子 好 嗯 好 接下来 佛陀说 如果呢 没有任何朋友 来以我们 共同分享法的喜悦 不能算是一个 完美的修行人 啊 慢慢的讲啊 如果没有任何朋友 来以我们 共同分享法的喜悦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 今天呢 分享食物 可以得到身体的能量 也叫body energy 但是 分享 发的喜悦 可以让所有的众生的心灵 得到心灵的正面的能量 精神的食量 这个 非同凡响 啊 如果一个人 没有精神 这个人就变成 行尸肿肉了 行尸肿肉了 所以 每一个人 都需要精神的食量 那么这个精神的质量 最好的 维他力 是不是啊 是什么呢 哎 就是 佛法 啊 台湾啊 有很多很多地方啊 啊 我看了那个 麦杰明那个节目啊 很多地方啊 都有 瀑布 哎 瀑布 这瀑布啊 冲下来的时候啊 然后呢 就 哇 有很多的 阴离子啊 负离子啊 然后到那个瀑布的底下 展开心胸 呼吸井 呼吸空气 但是要吸收那个负离子啊 从这里 开到啊 什么那个 拉拉山啊 开到那边啊 九个小时 上去呼吸两个负离子 再开回来又九个小时 搞了十几个小时去 去呼吸那几个负离子 对不对 没办法 一般上班族哪有办法的 啊 没有办法 啊 身体需要负离子就是空气 负离子啊 一离子就是空气的维他命 知道吧 啊 我们呢 我法呢 就是精神的维他命 啊 你没有这个 你扑不下来 啊 所以说 如果没有任何朋友 来以我们共同分享法的喜悦 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修行人 一个完美的修行人 要懂得分享 包括法的喜悦 我们如果有水果 有苹果 要懂得分享 所以最快乐的 最快乐的不是自己吃 最快乐的事情是看动众生的笑容 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啊 虽然从我出家以来到现在啊 身上所有钱 通通不是出进法的喜悦 当我收到 email 或者是有人打电话来说 哎呀 惠离法师啊 我 我这辈子很感恩你 我这一条命 真的是你救的 本来我从 冲 跑到二十层哦 要冲下来的时候 想到 惠离法师里讲了一句话 这哪一句话呢 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 从此以后 我收起眼泪 哎 打到黑鲁 差别一心啊 绷绷放下 又救了他一命 打电话来 每次啊 都是一直感恩师父 其实我讲就够了 你们不必给我太多 佛陀 要告诉我们 啊 时时刻的都知足 所以 我很富有 并不是说我拥有很多 而是我要求的很少 我今天啊 啊 来到啊 佛教这个宗教的区块 我不所求 啊 你们对我好 是你们有修养 啊 你们啊 摆一个脸庞 给我看 我的心中也是不真不减 心中不知不见 所以 每天我们都收到很多的信件 师父啊 你救了我一命啊 还有的人走火入魔啦 走错路啦 哎呀 搞了一辈子 都不晓得什么叫做正信的佛教 什么叫做正知正经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每一个人 好多好多都这样写信的感恩 无限的感恩 我也很安慰 所以我要求的很少 所以我这辈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啊 I'm very satisfied and happy and happiness 我过得非常的 枢足快乐 也非常的幸福 为什么 这样子比较不会老化 要不然很快作文就会很多 有的人同一个年龄 啊 这大小都大起来看到 啊 看起来像我高中的阿嬷 哇 那我演奏啊 好 接下来 你不能因为你的挡风玻璃大家都开过车嘛 对不对 全世界的人几乎都开过车 你不能因为挡风玻璃出现几只昆虫 便不再开车 你也不能因为少许的困扰而禁止修行 喝风传阵法 啊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 对不对 啊 开过车的人速度很快的时候 啊 有一些昆虫飞过来 撞到 那个波影会死掉 对不对 啊 这句话 就是哲学日 哲学家讲的 你不能因为挡风玻璃出现了几只昆虫 便不再开车 你就不要开车了 啊 你也不能因为少许的困扰 就停止修行 和哄传阵法 啊 接下来 啊 流动的街道 其实就是真如自信的一场想念 啊 哎呀 这句话讲的非常的美丽 这句话谁讲的 这句话就是会议法师讲的 啊 流动的 不是流动厕所啊 流动的 这个街道 我们的 在街道 啊 在街道 山 是 山 是静止的风景 各位 步步 步步 是动态的风景 知道了 啊 步步 是动态的风景 街道 也是动态的风景 各位 有正量的人 不分动静 在真如自信里面 动跟静 都是他 真如自信所显露的 最漂亮的风景 所以 步道的人 走在大街 这些小巷 怎么样 多罗伯师心目中最漂亮的风景 就是一场享宴 这句在念变 啊 流动的街道 其实就是真如自信的一场享宴 意思就是说 啊 悟道的 开悟的人 他时时刻刻都在享受他的生命 都在享受他的生命 没有开悟的人 他是时时刻刻都在惩罚他的生命 啊 时时刻刻都在惩罚他的生命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不了解生命 神明对我们 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负担 是一种压力 是一种惩罚 但是了解生命的人 是一场享宴 凑凑 都是享受 为什么 啊 他在任何的境界 任何的时空 他都是一种解脱 一种知识 一种快乐 要不然佛陀 到有钱了 整个皇宫都是黄金 啊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家 就是那个不究竟 所以 来写佛 就是要牢牢记住 你要带走 那个能带走的东西 对于不能带走的东西 尽量 去救人 去布施 啊 去帮忙别人 啊 作为 夫法是五眼佛界的 无论你在日本 无论你在 大陆 无论你在台湾 或者是 澳大利亚 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瑞典来的 只要你肯修行 都能得到受用 佛法超越一切种族 佛法超越一切语言 佛法超越一切政治立场 佛法究竟平凡 不分彼此 你哪里来肯修行 你就得到大利益 所以 佛法的伟大 就是因为超越一切种族 超越一切政治立场 有种族 那么就有种族的歧视 有政治 就有政治的立场 会对干 台湾没有任何的问题 台湾只有两种问题 台湾的问题 一就是统独问题 二就是南绿的问题 台湾只有这两个问题 蓝绿的问题 统独的问题 怎么讲到最后都是政治 所以我不看那个 我不看那个 我都是看discovery 我叫地理频道 and animal chain animal chain 叫做动物频道 所以到现在来讲 我都是自我教育 我告诉你 我比你们更用功 你们绝对不是全世界最用功的 全世界最用功的 就是 我现在都是在自我教育 谁说年来 天文物理化学 南极北极赤道 亚马逊河 欧洲格林兰 深海 包括火星 包括整个太阳系 银河系 黑洞 通通 撩如指掌 撩如指掌 英国的天文物理学家 也是物理学家 叫做Steven Steven霍金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这个宇宙 正面的能量 跟负面的能量 加起来的总和就是零 就是零 就是佛讲的 不正不正 我举一个例子 也许你们对物理学 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举这个例子 你比较容易了解 这只猪威啊 如果你拿一只铲子 铲子 在地上挖 挖这个土 把这个土挖起来 有一堆 为什么会有一堆呢 因为你有正面的能量 把这个土挖起来 放在旁边 但是这个宇宙当中 它有负面的能量 正面的能量 讲负面的能量 组合就是零 这个是斯蒂夫·佛金 世界 顶尖的物理学家所讲的 这个宇宙正面的能量 跟负面的能量 加起来就是零 如果我们把这些土堆 看出正面的能量 那么那个虚空挖出来的那个洞 叫做负面的能量 做这个注意啊 我们把这土堆 再堆回去把它铲平 正面能量加负面能量 就是归联 宇宙当中从来不真 宇宙当中也从来不减 真是妄想在真 减也是妄想在减 这个世界没有真减的 所以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的真实 没有任何的真实 没有任何的真实 还有十分钟 接下来就有关于道德的问题 优格射戒经 里面讲了一句话 优格射戒经 这是根据经历来的 优格射戒经 我把它翻译成白话 他说绝对不可以去传 别人的私密事 也绝对不要向任何人 提起他私人的隐私 人要活得有得性 一个人有得性 就如同吸铁一般的吸引人 优格射戒经 是把戒律把它翻译成白话文 这句话在念一遍 因为优格射戒经里面 就是我们人里面相处 绝对不可以去 一直传别人的私密事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时空 不同的立场 你有你的隐私 你有你的立场 我们要尊重别人 这也是法力的一个层面 我们也千万绝对不可以 向任何人提起 个人的隐私 个人的隐私 人要活得有得性 有得性的人 就很吸引人 吸引人 男人最吸引人的 有几个条件 一身材好 二脸蛋漂亮 三有钱 四就是得性 我通通没有记住 我正在看看 在找有没有更好的条件 我又不高 人也不好看 所以在找不到工作质疑之下 只好出脚 我这句开外交 没办法了 好 接下来 你像这一句 绝对跟每一个人 的心完全相应 这一句保证很震撼 就算我所受的苦比别人多 但我绝不放弃 任何一次 对真理的追求 对解脱的机会 对解脱 真理的机会 在念一遍 就算我 一辈子所受的苦比别人多得多 但是我绝不放弃 对真理的追求 也绝对 达到解脱的机会 给自己一次解脱的机会 所以在这座位 每一个人 你叫他上台来讲 他过去的痛苦 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可以拍一部电影 每一个人在哭 如果你听第一个人来讲 我过去怎么样 我老公就有什么 我老婆就有这样 他就讲这个 嗯 感动啊 就真的 你真的很苦 第二个起来讲的时候 就会对如以下 哇 他的苦还比我更痛苦啊 哇 我不晓得你 亲密是无耻的痛苦 哎 再听 第三个 你来讲讲看 你的过去的痛苦 大家听到以后 就好跑大哭 一个比一个比一个痛苦 好 一句话啊 就算我所付的苦 比别人多得多 但是我绝不放弃 这里的追求 也给一次 也给自己一次解脱的机会 很棒啊 好 还有五分钟啊 哎 当我们 领出头绪 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却又发现 物体原来出自那里 这句话不好理解 我得相会举例子给你听 再念一遍 当我们领出头绪 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间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嘛 对不对 当我们领出 这个头绪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又发现 那个问题原来出自那里 这些话不容易理解 好 我再解释一下啊 今天如果有的人啊 夫妻啊 已经吵架 吵了几十年了 你想要粘出问题 来解决 夫妻的痛苦 他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就是balance point 平衡点 可是我 你永远找不到 为什么 你讲你那一套 老公不一定能接受 老公讲的那一套 老婆不一定能接受 那就简单讲就是永远对着干 对不对 越讲 伙计就越大 对不对 啊 老公讲 啊 我有告诉我 抓着你 我是为什么 他很倒霉 八辈子倒霉 娶到你这样的女人 那老公就讲 你那种个性 啊 释迦若利法 弗莱 多么打下来 这太严重了 观世音菩萨站得延远的 我那很严重 为什么 你不然一直讲 这就不会 不会有结果 现在这一句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你的心 就在你啊 我要提问题 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问题 是你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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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叫我来解决问题就很简单 我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师父 我这个文书讲他 容许你看任何法师的光环 没有关系 你今天那个法师讲得还好 你就看 哎 如果说我今天 我有一种心态 说在这里的徒弟一定要听我上人的 假设说我这样规定 那么有的徒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相信啊 他想要学习其他的法门 那我要跟他沟通 沟通 沟通不能 师徒不一定沟通的来 对不对 现在徒弟比师父大声啊 真的啊 现在儿女比父母亲更大声啊 小心啊 好 你要跟他沟通 你要凝出一个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需要去解决他 我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当下放下 我荣幸你这样做 我的心 新包泰西 亮州沙界 我连提出 要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要 因为他本身没有问题 你觉得相遇的你就来 不相遇的你就走 有的人讲师父啊 你们是师徒啊 此处不留人 那么自有留人 我们是夫妻啊 我说夫妻不是一样吗 夫妻你们听说过 夫妻有几个形容词啊 同窗益梦 对不对 同窗益梦啊 睡在同一个窗户 个人做个人的梦 是不是啊 冒合神离 有个人 冒相看起来像夫妻脸 可是呢 那个神啊 早就分离了 冒合神离 同窗益梦 对不对 南远北侧 劳燕天飞 每一句都是形容 但是这个不能怪人家 所以 说这个世间 不管你怎么处理 通通叫做对 也通通叫做错 结婚是不是对 也对 因为传统就是这样 对不对 离婚对不对 也对啊 为什么 就是活不下来 看到他火冒三丈啊 对不对 看到他都跑到拉拉扇去 去拉车 拉死了 看到他的火冒三丈 我不是说支持你 离婚 而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立场 他的痛苦 看到他 人就快死掉了 怎么样看都不顺眼 啊 要不然就早一点嘛 啊 就是这样 不然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啊 我一直叫你不要结婚 你都要谁是我的 我一直叫你不要结婚 你要生个四五个 还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说 我一直在念一遍啊 我举这个例子 当我们粘出头绪 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又发现问题 原来出自那里 出在当下 分开吗 所以这个世界 真的没有问题 所有问题都在你那颗心 就是你没有智慧的那颗心 就是问题的真结所在 有智慧的没有问题 没有智慧的天天有问题 对不对 好 最后一句话 时间快到了 你们要吃饭了 执迷假象的修行人 等于同一天宣布法身贵命已经使光 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 执迷假象的修行人 等于同一天宣布法身贵命已经使光 意思就是说 修行要讲超越 要远离见闻结识 不可以着想 接下来 没有人能够了解真正生命的意义 一直到他懂得付出 布施 有爱心 懂得牺牲 奉献的那一天 他就真正了解生命的真实意义 听着懂这句意思吗 再讲一遍 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 他懂得不时 有爱心 他懂得牺牲 奉献自己的那一天 他就完全懂得生命的意义 懂得生命的意义 那师徒制几十 师徒制几十年来 托夫在做这一件工作 牺牲奉献给我鼓励一下 好 十五四十 我们十二点 我们等一下 就把麦克风交给法律师 我们法律师这天辛苦了 我们跟法律师鼓励一下 那么最后一句 明天结束以后 各个回到自己的旅程 各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师父也无比地随喜战胜 我的心中一定给你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掌声 你们的扑持 我都知道 我心中给你们最大的一个掌声 就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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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